随着A股市场大盘的持续下跌 市场上突然出现了一大批号称叫雪球的金融产品集中爆仓 这不仅导致了大量的高净值人群亏的血本无归 甚至还成为了进一步推动市场下跌的一股巨大力量 这个神秘的雪球产品很多人之前可能从来都没听说过 之前媒体对它报道也不是很多 但它却是很多富人非常钟爱的投资对象 前几年赚的盆满钵满 光在国内每年就有超过千亿规模的发行 而类似的叫做结构化产品 在全球更是达到了每年2万亿美元的发行规模 今天我们就从一个专业一点的视角来聊一聊 这个结构极其复杂 风险和收益可能都很高的奇形怪状的产品 为什么会得到富人的偏爱 雪球今年为什么会集中爆仓 而为什么又会成为推动市场下跌的帮凶 然后这些金融架构师就会去组装这些零件 形成各种各样的结构化产品 这些产品的结构可能非常复杂 例如 他们可能会考虑股票在一段时间内的走势 或者设置一个保本的防护账 或者在产品进行到一半时提供赎回选项等等 但无论如何 投资者追求的是承担更多风险 以获得更高的预期收益 一般来说 承担的风险越高 获得的票面利率也就越高 例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三只股票的例子 它通过承担极高的风险 获得了35%的票息 这种结构化产品通常由海外的银行或投行 如高盛 花旗 巴克莱等或国内的券商发行 然后通过私人银行 券商等渠道销售给高净值投资者 这些产品的起头门槛通常很高 在欧美可能需要一百万美元或几百万美元 在国内可能需要一百万到一千万人民币不等 例如 当你的私人银行经理给你打电话时 他可能会向你推销这些产品 老王先生 这是高盛最新一期发行的结构债 票面利率高达18% 老王一听 觉得挺不错 决定买一百万 然后 客户经理就会去找高盛下单 购买一百万的结构债 有时候 针对大客户 比如一次购买五百万美元以上的客户 这些投行还会根据客户的喜好 为他们量身定制产品 比如 王先生看了这些发行产品后 觉得都不太满意 他希望票面利率至少达到20% 于是 高盛可能会专门为他发行一款 全球独一无二的一千万美元的结构债 由于这些结构化产品涉及各种风险 因此他们可以说是最复杂的产品之一 你看 投行里负责发行这些产品的团队都非常忙碌 他们整天到处乱窜 与二级市场里负责交易和销售的各个团队频繁往来 因为他们需要了解市场表现和客户需求等情况 以便为客户量身定制产品 虽然结构化产品起源于美国 但在美国市场一直不温不活 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是 美国监管要求投资人在投资非常复杂的金融产品时 必须签署一份长达100页的风险披露文件 表明自己已经完全理解并知晓其中的风险 对于那些非专业的投资人来说 要阅读这么厚的文件并表示完全知晓 确实让人感到不安 因此 这下退了很多美国的非专业投资人 导致他们不愿意购买这些产品 所以 这些结构化产品早期在欧洲非常畅销 而最近十来年又转战到亚洲成为了主战场 近两年 全球每年大约会发行2到3万亿美元的结构化产品 你可能会想 每年都有这么大规模的发行量 为什么听说过他们的人还是少数呢 我认为 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是 他们的受众主要是高净值的个人投资者 高净值投资者首先就排除了绝大多数人 而且这些产品面向的是个人投资者 大多数专业机构并不参与其中 因此 你很少在研报或报道中看到他们的身影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复杂而神奇的金融产品 就像隐身了一样 隐藏在金融的大海里 至于为什么专业投资者不购买这些产品 我们等会儿深入探讨时再详细说明 你看 虽然他们统称为结构化产品 但你听我刚刚说的这一大通 是不是感觉他们就像一个可以随意摆弄的产品 他们的灵活性非常大 因此 不同的市场环境会流行不同的结构 这就是环境创造需求 需求造就产品 比如 在过去十多年里 美股一直在飙升 投资者肯定不喜欢购买固定收益的产品 因此 流行起来的是那种放弃一部分甚至全部票息 只要能保本 同时还能获得美股增长带来的更大收益的产品 当然我要补充一下 以美股为标的的产品并不一定只有美国人才能购买 欧洲和亚洲的投资者也可以购买以美股为标的的产品 在疫情之前的十多年里 欧洲和亚洲的股市表现相对较为平稳 与美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此 这些市场的投资者更倾向于选择那种通过承担一定的风险去换取更高的票息的产品 例如增强收益型产品 在这类产品中 雪球是非常重要和流行的一个产品 雪球产品是券商发行的一种收益凭证 投资人出钱购买 博取回报 期限一般是12个月或者24个月 券商和投资人会约定一个参考的年化收益率 比如15% 在上涨行情中 若价格突破上轨 这种情况称为敲出 上轨价格也可以称为敲出价 我们先说更高一点这个敲出价格 我们会每个月看一次重振500指数 一旦哪个月它超过了5150点 就是敲出 这时候合同会立刻到期 你就会拿回你的本金加上那年化15%的利息 比如说6个月的时候被敲出了 你就拿你的本金加上7.5% 如果两年的时候敲出了 你就是本金加30% 这个机制有点像那种自动结束的一个按钮 股票一涨到那儿 合同立马到期 它也叫自动赎回机制AutoCourse 其实这种机制在结构化产品里边 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常见的机制 好 第二种情况就是这两年的时间里边 中振500就在这两条线里边一直振振振 哪个都没碰着 到期的时候 你就拿回你的本金加上全部的票息 就30% 好 第三种情况就是未来这两年这里边 任意一天的收盘价低于下面这条线 3750的时候 这就说这个合同被敲入了 而在之后的两年里边不每个月看一次吗 它一旦再也没有涨回到敲出价格 这种情况就比较惨 这就会相当于你直接买了中振500的指数 两年之后中振500跌多少你就亏多少 比如说两年之后中振500亏10% 你就只能拿回90%的本金 中振500要跌40% 你就只能拿回60%的本金 还有最后一种情况 就假设中振500跌穿了敲入价格 但这两年之中它又涨回去了 又达到敲出的价格 脾级太来了 你就这个合同立刻到期 你还是能拿到15%的年化收益加上本金 也就是说这四种情况里边只有第三种 就重振500跌破了25% 没涨回来 这种情况下你是比较惨的 其余的三种虽然到期时间不同 但是你都拿到了15%的年化收益 所以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实际上就很多雪球产品会在我们刚才说的那四种情况里边再加一些花 但是你只要理解 只要这个雪球它对标的那个股指不大跌 投资人就会拿到一个非常可观的票息收益 但是它一旦大跌 投资人就会严重亏损 有一些衍生品基础的同学可能就会发现了 买一个雪球产品 它其实相当于你卖出了一个看跌期权 没错 它严格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奇异期权 但宽泛来讲 你就是卖出了一个看跌期权 通过读股市 它不会大跌来换取更高的票息 它就是一个大概率赚小钱 但是小概率会亏大钱的一个投资 那你看这回A股大跌 众多雪球投资着亏钱 是不是就很显而易见了 就是那个小概率亏大钱的那个事件发生了 可是还有个问题 就亏钱咱现在能理解 那为什么你会听到很多人爆仓呢 问题就是这里边会有非常多的投资人 他可能会加个三四倍的杠杆 去买雪球产品来换取更高的收益 那如果加上杠杆的话 假设这个重振500跌破了敲入价格 券商可能就会立刻叫你去补交保证金 如果你补不起或者不想补的话 基本上就相当于亏得一分钱不剩了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保仓 你看这是一张微信截图 应该就是一个客户经理告诉一个叫汤总的 重振500已经跌破了他买的这个雪球产品的敲入价 超过了他25%的保证金 顾您此次投资的200万本金和票息接五 然后这个汤总仅仅发了一个字 就是案 估计这个简单的案字背后 应该是汤总无声的哭泣 雪球如何推动市场下跌 有点难 咱刚才看了这个雪球产品 它具体的结构 也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亏了这么惨 但这个绝对不是故事的全部 关键是这个金融市场 它哪哪哪都是连着的 这个几千亿体量的奇异的产品 它会反过来再推市场一把让它继续下跌 注意 我们从这儿开始可能会有点废脑子了 大家可以把手上的东西先放一放 其实投资人亏钱 尤其是个人投资者亏钱 虽然非常惨 但说实在的他们短期在家里哭一哭 不会对市场造成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注意 我说的是短期 而发行这些产品的像投行 券商 他们就会根据市场的波动 时时刻刻要进行大量的对冲操作 你想你是个投资人 不管你是买了一个券商公司 发行的是雪球 糖球 棉花球 你所有的收益或者亏损 都是跟这个券商签的 也就是说你面临的所有的收益 跟这个券商是完全相反的 就你赚多少它亏多少 你亏多少它赚多少 那有些人可能会说 那对吧 投资人都亏成这样了 股市大跌 券商岂不是赢麻了 不是这样的 因为券商它不可能自己承担那么大的风险 去跟投资人搞这个协议 它理论上是要在市场上去对冲掉大部分的风险 你想它是个金融服务的提供商 对吧 它提供金融服务 所以主要是靠拿用金赚钱 它不可能是要去跟客户对赌赚钱 对吧 那咱就站在券商的角度 当它发行一个雪球产品的时候 它面临什么风险 在它还没有敲入的时候 它的Delta 也就是它对股指的风险 大概是长这样 这个灯亮了 好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张图 说实在 这个图三两句话肯定是说不明白的 大家就听个感觉 你看这个像钉子一样的尖尖 它非常明显非常突兀 对吧 问题就出在这儿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这个雪球刚发行的时候 券商它是需要去买一些标的的股指期货 去做对冲的 然后券商它面临的风险 是随着这个市场的波动 它在不断变化的 就股票越跌 券商就得越买 股票越跌 券商就在买 股票涨回来了 券商就得卖 大概这是券商它对冲的一个逻辑 大概 所以如果一直在这个小区间里边涨涨跌跌 那券商它就低买高卖 低买高卖了 实现这个波动性带来的收益 但是一旦这个股指跌破了敲入价格 这个券商的DOTA就会瞬间掉头上升 券商在这时候 是要大量的卖出标的的股指期货 总之 就你只需要知道 当这个股票一旦跌破 敲入点位的时候 券商它就需要大量的卖出股指期货 来对冲自己的风险 是不是挺神奇的 你是不是突然感觉明白了 那不火上浇油吗 所以就会大大增加股市的波动 这个产品简直太可怕了 你这个理解对 但是还不够深刻 咱刚不是说吗 就当这个股指它在跌 但是还没跌破敲入点位的时候 券商它不但不会卖 反而会买股指期货 这个操作它其实是在减小市场波动的 所以正常情况下 当市场上充斥着各种不同期限 不同结构 不同敲入点位的雪球产品的时候 这个股市就算它下跌 有的券商在买 有的券商在卖 这个效应是会抵消掉的 但是这回显然就不是这个情况了 国内大部分雪球产品 都是挂着中正500或者中正1000的 2023年年初的时候 A股有一波大涨 中正500那时候冲到了大概 6500点的点位 大涨对雪球产品意味着什么 它就敲出来 就提前结束了 所以当时有大量的投资人 就几乎在同一时间 就在这个类似的点位 又再次买了雪球产品 大概是在6000到6500点 这个点位买的 而这个区间 它对应的那个75%的敲入点位 大概是4500到4875这个区间 你看 这不正好就今年年初那个点位吗 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这些有大量的券商 他们需要同时抛售 中正500的期货 这才加剧了股市的下跌 你看这个是今年年初以来 一些主要的股指 中正500 中正1000这俩 对吧 跌得比什么护身300 上证都要惨 期货也出现了比较大的贴水 这里头很大的推动力 就是雪球产品的券商的对冲 你看雪球这个名字 本来是说你的收益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 谁知道这回反倒是爆仓的人 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多 当然我明确一下 这次股市的大跌 并不是说雪球就是这里的罪魁祸首 他也没那么大体谅